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视我们自己的感觉和需要 所以我们常常是被自己的感觉 被自己的需要 被这个世代的潮流 在这里drive 所以我们缺少去面对我们生命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治标不治本 这样子的题目你觉得是高高在上 你觉得跟我无关 其实正好相反 它是治本的问题 它不是治标 我们今天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想要去满足那个需要 想要去追求那个快乐 弟兄姊妹 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 你早晚会发现 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虚空跟失谜 在我们的里面 没办法满足我们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根 回到我们生命的深处 去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同一个心灵高举基督 同一个角中扩展神国 弟兄姊妹 这个题目太好了 不是光2019年我们教会的主题 它实在是你你我我 这一生都应该有的主题 我们整个的心就是愿意来高举 那位爱我们的耶稣 那位配得我们高举的耶稣 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 他本来就是与神同等的 他本来就是在荣耀里的 但是今天我们却可以来荣耀他 却可以来高举他 那这是他高抬我们 不是我们高抬他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把主摆在对的位置上的时候 当我们Lay God be God 真的把神当神 你试试看 你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有反转 你眼前的局面一定有突破的 真的 当你把主摆在我面前的时候 大卫说我的心就不再动摇 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今天我们是反过来 我们去追求心欢喜 追求快乐 但是却没有把主摆对位置 主没有摆对位置 我们的心不可能欢喜 我们的灵不可能快乐 我们的肉身不可能安然居住 弟兄姊妹 这是神的原则 所以为什么婚姻不是追求幸福快乐 婚姻是要追求神的荣耀 幸福快乐是结果 不是婚姻的目的 追求幸福快乐 正好是婚姻痛苦的原因 弟兄姊妹 我们这些话是一般人不能够明白的 但是只有神的你们知道 因为这是属灵的原则 只有把神摆对了 只有祂真正满足我生命中最深的需要 而我不是把这个最深的需要放在我的伴侣 放在我教会的同伴 或是放在教会的牧者领袖身上 是放在神的身上 这个时候当我里面对的时候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安然居住 就是为了 我认为为了 我的感觉 这是一个これ以上的 小哥 我认为他可以接下来 对 天赋 小哥 我认为 这一天 我认为 卖 天赋 许